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秋兰姐 在Good Life Eason 我们今天要来示范年糕 嗨 大家 我们现在来介绍 年糕的材料 糯米粉 一包 一包是600克 糖粮 两份 一份是400克 两份 水 1000ml 好 我现在就跟你们讲怎么样 汤下去 加400克的白糖 我们再加600ml的水 现在我们来怎么样看 怎么样 我们把这些材料都 搅拌均匀 搅到那个粉 融 融在一起 不要有一粒一粒 你看这脚 搅到它均匀 然后我们就放在一边 好 现在我们要做另外一个步骤了 我们要煎又去 放在那个炉里面煮这个糖浆 好 我们过去一步 好 好 我们首先用一个锅 给我们开火 火 是中火 那么把糖 另外400克的糖 倒下去 那么再加200ml的水 放下去 放下去 我们就来炒 我们就把这个糖搅一下 给它平均的 我们就不要去冻它 就慢慢给它煮 煮到它糖变成褐色 就可以了 现在你们看 那个糖浆已经慢慢煮 慢慢它的颜色慢慢变了 对吗 多等一下变得比较 绕一点的 我们才 剩下的200ml的水 等一下再倒下去 所以你们看 看这个 它的 糖浆的颜色慢慢的变了 所以 就是不要 在煮糖浆的时候 就是不要去 炒它 不要去油它 不要去 炒 不用炒 慢慢给它自己煮 煮到它的 颜色变了 就好了 你看它的颜色已经变了 对吗 你们看 所以我们 看它的颜色已经 已经变成很 褐色的时候 我们的火 灭火 灭火 火关了 就等一下 等一下子 OK啊 你看啊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加水下去 又很小心 因为它会 碰晒那个烟 你不要太靠近 所以火 已经灭了 我们这样 200ml的水 就让它去煮 也不要去动它 让它煮 煮 煮到它溶 所以你在加水的时候 真的 你的手不要太靠近 你的脸不要太靠近 它会 它的烟会 噴上来 你看它 已经 慢慢在溶了 里面已经溶了 好 这样就好了 这样等到它 冷却一下 我们再加入 这个粉里面 好了 刚才好了 因为里面 还有一点点的 那个 糖浆 你可以开 小火 给它溶 好 因为里面有水 所以不胖 这样我们就 倒在一个碗里面 比较容易溶 比较容易冷 好 倒在一个碗 比较容易冷 你看 还有一点点的 糖浆 没有溶 不要紧的 你让它留着去 我们放开 在这个碗 比较容易冷 好了 这个糖浆 也不可以太冷 你就大概 你的手可以动一下 太冷 它会连结掉 所以慢慢 焯下去 这样搅 好 我们就把它倒成三个 你看 现在我们蒸的时候 我们用大火 大概15分钟 再转中 全程是一个小时 好了 你火灭了 你不要打开盖子 给它 在里面 热热热的 一个小时后 才打开 就完成 我们不要抢 一按照 我 可以 带到 去 我 我 才会 咱 我 你 你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